大家好,我是小卢子 由于我们加乘的需要 一个五座车型已经满足不了我们使用了 所以说很需要个六座七座车型 今天我们聊一下 MPV车型 网汽传汽M8和这个 本田艾利森它俩哪个更值得拥有 我们详细对比一下 M8是一个中大型MPV 艾利森是一个中型SUV 所以说尺寸上空间上 M8更好一些 再一个艾利森呢 它是一个混动车型 双勤动力 M8是纯纯的汽油版的MPV车型 我们就先对比一下 这两款车的安全程度上 看看哪个更好一些 传奇M8 整台车的这个高强动钢 使用率达到了90%以上 艾利森呢 则达不到 安全讲座来考虑呢 还是这个M8更好一些 本田车呢 在这个日系车里面 安全系续做的是相对比较差的 它不如什么马自达呀 日产呢 不如丰田 这方面稍微差一些 我们再对比一下 这辆车的动力上 哪个更好一些 传奇M8 搭载的是它自家生产的第三代 横置2.0T的一个直喷无论加放动机 扭矩达到了390% 马力达到了252% 动力是非常强劲的 匹配的是爱信8AT变速箱 而且质量上耐久度也是非常棒的 本田爱利森呢 搭载的是一个2.0升的 阿特金森循环技术 自然吸气发动机 马力是146 马力上呢 肯定是不如这个M8 但是它是一个 有电混合双勤动力 搭载的是第三代混动系统 可以存电行驶 也可以这个油电混合行驶 也可以这个存发动机行驶 三种不同的这种驱动方式 匹配的一个锂离子电池 优点是密度大 耐用 但是缺点也有 它这个遇到明火啊 容易爆炸 但是那个本田呢 对这个电池的外壳呢 包了一绳 墙墓很大的这个 高墙墓钢 高墙墓金属 所以说呢 安全上呢 是完全解决了 没有什么问题 再说一下悬挂和底盘 传奇M8 它底盘前后都是独立悬挂 而且用上了这个下百臂 用上了铝合金材质 并且这个副车架 与这个下控制臂连接的地方 用上了液压秤道 和这个星雕秤道 减轻秤内的振动 提高舒适度 比如说 走电波路段呢 过减车带 那减轻车内的运 这个震动 这个本田 爱丽森呢 它前面是独立悬挂 后面是这个扭力量 非独立悬挂 也用上了液压秤道 但是这个扭力量 非独立悬挂 肯定是没有独立悬挂 舒服啊 所以说悬挂底盘方面 还是M8更好一些 更加的扎实 更加的舒适 那么我们对比一下这辆轮车的发动机变动箱哪更好一些 发动机而言呢 肯定是这个广汽船机M8 动力更加强劲一些 但是爱丽森呢 它这个油电混合版本 送前动力 可比性也不是非常大 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 那么便如相对言呢 肯定是这个广汽船机M8的 爱心8AT更好一些 悬挂方面呢 那肯定也是M8的更好一些 前后都是独立悬挂 是吧 我们重点说一下 这辆轮轮车的驾驶感受 有多大的差距 起步的时候呢 虽然爱丽森呢 是个2.0升的自然系版 但是它是双晴嘛 起步用电 所以说起步也是非常轻快的 非常的安静的 很平静 感觉非常好 就像一个新轮车型一样 体验非常好 低速中速都是用电 但如果一旦速度起来之后 发动机频繁接入的时候 就明显感觉到 它就不如这个起步的时候 那么舒适了 就是像汽油车的感觉了 然后随着速度起来之后 它的隔音也不是那么好 底盘的扎实感 也是不好松散 就是这个日系车的这种特点了 就没有那种 非常这个安静舒适的感受了 所以说这台车呢 在四驱 60公里 80公里以下行驶 还是非常不错的 能达到一个节油的目的 湿湿度也非常好 一段速度起来之后 底边扎实感 噪音呢 还有的隔音 还有这个节油的这个优势啊 就完全的 不能明显了 那么反过头来 在传奇M8这款车 起步呢 尤其是一个2.0T的 无论加方向机的一个加持 有252的马力 起步 也是非常快的 非常的迅猛 绝对是过用的 它的底盘的扎实感呢 要比这个爱丽森更好一些 特别是达到80公里以上的速度的时候 底边扎实感还是非常好 隔音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又明显好于这个爱丽森 但是在油耗方面呢 它就不如这个爱丽森了 这个传奇M8需要加95号起步 油耗是在8个到11个之间 分人去开 有人脚轻 有人脚重嘛 有人能开8个多9个 有人能开到11个 甚至能开到12个 对吧 所以说这辆车 空间上还有用料上 都是这个广气传奇M8 更好一些 爱丽森的毕竟是个中型的 一个MPV嘛 就是空间上 它是没有这个M8好的 驾驶感受到呢 低速行驶 爱丽森更好一些 安静 并且非常的平顺 一个ECVT变速箱 再加上一个 油耗火的回家动力 它非常的平顺 而这个M8的优势在哪呢 是它的速度起来之后 非常动力十足 而且非常平稳 底盘这个质感呢 还有歌音呢 都要好于这个爱丽森 而且这个后驱动力非常好 并且空间更好一些 整台车的用料 做工也都是非常好 所以说这两台车呢 如果在同价位去买的话 我认为 除了油耗方面 M8不占优势 其余的方面啊 都是很占优势的 并且这个 爱丽森呢 四个油电混合版本 平时保养起来啊 它这个成本要略高一些的 毕竟这个双情动力动力嘛 咱们不能去上外部去保养 就好上4S店去保养 据说 保养稍微高一些 那一定买过 开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没有不同印象和像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总发评论点赞 拜拜